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最近在康州大纽黑文地区规模最大的圣派翠克节游行当中 荣获最佳表演奖 他们也是唯一获奖的华人团体 康州圣派翠克节大游行组委会在4月29号举办颁奖晚会 向3月13号参加游行的法轮大法纽约妖谷队、练功队和莲花舞蹈队颁发最佳表演奖 而他们是唯一获奖的华人团体 该游行始于1842年 是康州历史最悠久的游行 也被誉为大纽黑文地区规模最大的圣派翠克节游行 法轮大法妖国队在当天特别佩戴了绿色丝巾 为当地民众带来振奋人心的鼓乐 受到当地民众的夹道欢呼、鼓掌和点赞 新唐人记者 柯婷婷 纽约报道